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近期我在網絡平台見到一個廣告的文章 那個題目就說現在很流行旅遊驗身 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吸引 旅遊驗身究竟哪個國家比較划算 我作為一個普通人 以及究竟哪個國家會驗什麼會出色一點呢? 我都想知道 於是我就點進去去看 原來這篇文章就是一間網絡的保險公司 他們就當廣告形式出一個先稿 當中他就選了幾個國家出來 有新加坡、有泰國、有台灣、有韓國、有日本 他就說不同國家究竟他們的醫學專科有哪幾項特別出名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想關於整容、整形的那些 韓國就比較出名 如果你去新加坡 他的心臟專科都可以的 他有不同寫了這幾個不同國家 究竟他們的專長是什麼? 譬如某一個國家原來物理治療是比較強的 每一個國家有不同的專科 他也都將大約他們的價錢、差距做了一個列表出來的 因為你知道每一個國家的貨幣的兌換都會不同 看了一大半之後 最後他有一段說說 其實人客是可以向他的保險顧問查詢 因為香港大部分的醫療保險都是環球保障 如果你是去外地入醫院 而跟進身體是應該有得保障的 他就在Ending這樣提了 當我看完這份報章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想起在疫情裡面 今年我有一個人客 正正類似這個案件 我人客幾個國家到處攻趕 以往他健康有問題 他都會飛回來香港 甚至乎叫我預約、專科醫生 幫他跟進、訂定床位 但香港一直遲遲都未開關 外地來的遊客又要隔離很多天 所以他就在今年初給我電話 就說 Mr. Chow 我的心最近不太舒服 因為他也中了新冠肺炎 他就覺得好像喊著喊著 我真的想跟一跟 不過你香港要隔離這麼多天 我不喜歡 接受不了 不過新加坡就不用 直出直入 所以我會選去新加坡 我訂一間醫院來跟一跟心 為何新冠肺炎之後是否後遺症 為何經常喊著 我說OKOK 我說你搞吧 沒問題的 你買那個高端醫療保護一彎 隔離一個月之後 他就把醫藥費單給我 當給我的時候 我一看的收據 收據寫什麼呢 Body Check Up 是醫院的證盤收據 我立即WhatsApp 我問一個客人 我問老闆 為何你在新加坡醫院寫著 Body Check Up 我說沒得Claim 那老闆就說 怎會沒得Claim 以往我的心不舒服 你幫我在香港都是這樣預約的 進去都是這樣照心的 我今次去新加坡都是這樣照心的 做那些跟進 怎會沒得陪 我說你現在把收據寫明 你是進來做身體檢查 不是因為心不舒服而進來跟進 我說是兩件事情 身體檢查是你沒事無幹 你去買Plan 然後去做檢查 跟我的心真是不舒服 我現在預約心臟科醫生去跟進 是兩件事情來的 我說所有的保險Plan都好 普通身體檢查 寫明是不保釋項 是沒有得保護的 然後她說 蛤?怎麼這樣啊? 她說 為何以往我的心不舒服 來香港你幫我預約 醫院所有東西全部都Claim 我說是呀 那你說不舒服 我就幫你預約專科醫生 把你的情況告訴你 去預約定那些打蜻蜓劑 另外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我都會陪著你 到醫生寫CAM form 我都有跟進 我每一部分都confirm 所有Data是合乎賠償的情況 那我OK啦 但是我這麼多次幫你跟進 其實真的不會有一次寫身體檢查的 那人客就有點不開心 那他就覺得 哎呀怎麼會啊? 那人客的身體還有其他不舒服 他就進了新加坡那邊的醫院 就進入了一個我們叫豪華病房 那保險公司就問 在那邊新加坡醫院 究竟他住的那個是屬於標準市家病房 是甚麼級別? 那我呢就問的人客 那人客就說 沒有啊那天去到 那他問我甚麼病房 他說是有個房間 我沒有進入那個房間 那他就問我在香港 都是住私家病房的啦 那我說老闆我在香港 是幫你預訂標準私家病房 我說所有的高端醫療 私家病房都是標準私家病房 就補啦 但是如果你再住豪華級別 或者在Super Deluxe 再強一點的那些 有按摩池 或者有按摩椅那些 那那個差額 保險公司是不會給的 他只會給標準私家病房 保險公司去查到 他住的那間 就不是普通的標準私家病房 是豪華級別的私家病房 那相差呢 那裡就欠了30%的床位費 所以中間那個差額 都是不會有得補的 其實這個人客 都跟我買高端醫療 我想買了十幾年 真的十幾年了 以往他一直都是香港跟進賠償的 甚至乎來香港 要入醫院的所有東西 我都幫他安排 每次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次因為疫情 他自己去新加坡醫院 跟著自己安排 當中賠償那裡 就出了一些問題了 所以大家不要看輕一個保險顧問的價值 保險顧問背後 做了很多 跟進了很多細字位 客人是不會知道的 但是當一個人客 他自己去處理的時候 原來有一些細字位是不可以錯的 但是他錯了又回不了頭 醫院不會出給他 去到這麼簡單 選標準私家病房 還是豪華級別的私家病房 如果我們有陪他入醫院的時候 幫他預訂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定會跟補單規則 是預訂標準的私家病房 因為我們一定不想 人家有任何差額要自己付的 因為在客人的心目中 覺得我買得高端醫療 沒有理由我額外預載保險 我也很明白 你說一篇這樣的廣告 說可以旅遊驗身 某程度上 我覺得真的會令到有些客人 會不會引導到他們覺得 咦?不如去台灣驗身呢? 咦?會不會不如去新加坡驗身呢? 或者會不會去韓國驗身呢? 我不知道 但是在那個內容裏面說 保險單是worldwide會補 事實上大部分的醫療保護單 都是worldwide可以補到 你說亞洲區都可以補到 但是當他入醫院的時候 究竟他用什麼原因入醫院呢? 就正正影響那個賠償 如果人客真的不知道自己 當是一個旅遊驗身 去到入去也是一個驗身計劃 那真的不會有保險公司的 醫療保單可以補得到 這個就是我這次很想提醒大家的 也不想大家誤會 以為我這樣去新加坡 做一次check up也有得陪 我不想大家誤會錯了 還有就算買了高端醫療 留意病房的級別 因為去到私家病房 事實上有分 就算香港私家病房也是的 標準 然後好像大部分醫院都會再分豪華級 然後再分特級豪華級 是有很多個層次的 不同的層次 那個房裡面的空間 多多個廳 多多個按摩椅 多多個按摩浴缸 事實上真的不同 買醫療保險 保險公司計算的保費 就只是以標準市價病房去計算 就沒有計算額外豪華級別 因為如果你要保住那部分 保費又會更加貴 OK 醫療保險是醫療所需 真的有醫療需要進去跟進 就不是說給客人 要去到有按摩椅 其實客人病了 是不是真的會用得到呢 有時都可能只是他的家屬去用 都未必是那個人客自己會用到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今天的內容是有價值的話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其實Youtube也有些統計 原來我們的頻道已經超過1000天 誕生 整整由疫情開始就超過三年了 多謝大家的支持 雖然我們的訂閱不是多得那麼緊要 只是慢慢慢慢累積增長 暫時我們仍然是想有緣讓你看到的 希望我們的分享 我們的內容 對你現實生活中 對保險的價值 對保險購買的價值 都有一些新角度的看法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頻道是有價值的話 歡迎你叫多點朋友訂閱我們的頻道